真有趣啊 如此感慨着 如今的伊恩 已经有了不小的力量 他已经可以战胜原本不可想象去面对的强敌 而一个古老的 神秘的前纪元遗迹就在他眼前 而这个遗迹 甚至还是他的老师委托他去探索 去尝试终止其一变的目标 是了 这就是 我想要的生活 这就是 我渴望去经历的日子 怀揣着这样的心情 孤独但却并不寂寞的脚步声在地底深处的水素岩洞中响起 少年双目中愈发闪耀的灵能光辉照亮了蜿蜒复杂 但却平整流畅的岩壁 他就这样雀跃地 怀着期待 怀着喜悦乃至于感谢的心情 一直大步向前走 直到最后 小小的溶洞快要抵达自己的终点 远比溶洞内部要明亮的光辉出现在洞口的尽头 令出口处就像是一面由光构成的门飞 深深吸了一口气 伊恩凝视着眼前漫长涌到的终点 他向前大步走去 然后迈过光的门飞 于是 一个全新的世界 出现在他眼前 一个巨大的 足足有近千米高不知道多宽的超巨型半圆溶洞 就这样出现在这极深处的地底 密密麻麻的溶洞洞口分布在这半圆形巨型溶洞的壁面上 仿佛瀑布一般流出源源不断的海水 发出了喧哗的潮声 伊恩走出洞口 双目中的荧光没有因为倒映在光滑的钙化岩壁上而折射 那温润如水的灵能之光仿佛是冲破了什么束缚 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最终 与溶洞中的光交融 令少年可以清晰看见门飞之后的新世界 眼前的 是一个开阔无比 激进于让他感觉重回地表般的宽阔的地底空腔 一排排岩柱矗立在深邃的黑暗中 少年双目中的荧光只能照亮他周边一小部分的范围 真正令整个空腔都明亮的 是位于空腔穹顶顶端的一层发光云雾 那是一团正在不断剧烈放电的水汽 溶洞中流出的海水拍打在地面上 激荡起大片大片的水雾 而这些水雾向上汇聚 搅动灵能场域 就形成了这么一片接连不断制造着小闪电的光云 空腔的地面非常平整 甚至就连那些岩柱都仿佛是人造之物 它们的表面覆盖着一层仿佛中乳石般的钙化物 令它们变得清润原始起来 但这只是错觉 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少年抬起头 然后屏住呼吸 因为他看见了 这个超巨型地底空腔结构究竟是由什么东西支撑的 那是金属 漆黑的金属网格穹顶 以及那些高耸的岩柱 支撑起了这个庞大无比的地底空腔没有崩塌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地底空腔溶动 这是一个壮丽无比的人造穹顶 一个歌颂着文明奇观的宏伟殿堂 我的天啊 叹息着垂下目光 顺着岩柱向前蔓延的方向 依恩看向这空腔中央 那里有着一座方方正正 布满了裂纹和缺漏痕迹的黑色石碑 上面用简化的明文通用语 写着几个大字 红山基地 在庞大的地底空腔洞穴中 树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 它呈现标准的黄金比例长方形 漆黑且充满裂缝 古朴之余 也给予人一种庄严肃木感 仅以此碑 纪念3400年来所有的眺望者 自今日起 我们将无需眺望 3472年5月27日 这就是石碑上的文字 已和如今泰拉一模一样的通用语明刻 只要是十字之人 就必然能理解这石碑上文字的意义 而萦绕在其周边的发光云雾 却又令这古老威严的石碑 充斥一种虚幻朦胧的迷离感 注视着它 就仿佛隔着极其遥远的距离 注视千百年前的另一个时代 伊恩凝视了许久 才缓缓垂下目光 看向石碑的后方 潺潺水流沿着石碑后的道路 通向一座巨大的石制拱桥 其彼端是一扇已经腐朽不堪 早就被打开的金属大门 门上斑驳的秀迹 陈述着悠悠时光的流淌 岁月有痕 石节如流 千年飞光 呼烟已逝 哪怕是前纪元文明的造物 过去一千六百年 也没办法保持完整啊 伊恩不禁有些感慨 而且 三千四百年吗 前纪元文明可被记载的 历史有三千四百年 也是相当漫长的时间了 他知道 自己大几率是依靠自己的灵能本能 选择了一条正好通向前纪元文明遗迹群大门的溶洞行走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花园 那个溶洞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是后院人造景区的 总之 以这片区域复杂的地底结构来看 那些千奇百怪的溶洞涌到恐怕可以通向遗迹群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对于先知来说 从任何地方出发都不会浪费时间 与之相反 伊恩觉得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个地底红山遗迹群的全貌 收回看向远方的目光 伊恩细细打亮着整个穹顶之下 头顶的放电发光云暂且不多说 看上去神秘 实际上只是自然灵能的物理显化 并不值得稀奇 真正值得稀奇的 还是那座拱桥下方的湛蓝色奇异河流 海水汇入这河流中 腾起丝丝缕缕的半透明烟雾 将整个石桥笼罩 飘渺又神秘 却又带着一丝诡异 河流的两侧有着大理石质的护栏 而这些护栏已经有许多倒塌 伊恩能看得出来 这大概是一条观赏性的人造核 这种东西在地球 一或是任何文明中都会存在 智慧生命不可能永远保持绝对理智 他们有些时候就是会为了美观而弄出这种东西来 但真正令人奇怪的是 这些倒塌护栏的周边 居然有着不少打斗的痕迹 眯起眼睛 少年靠近 他观察地面上的打斗痕迹 发现大多都是一些动物争斗的抓痕和牙齿啃痕 有些很古老 有些很新 甚至就发生在最近 倒也不奇怪 毕竟这里几乎都是海水 倘若这条护城河中的是淡水 那么有野生动物为了争夺安全喝水的资格而争斗并不奇怪 伊恩也不能说是见多识广吧 但他最起码看过动物世界 野生动物之间争夺饮水味的斗争 就和近现代农村为了争夺水源一样 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死欧斗和泄斗的 这不是什么大事 伊恩本打算继续前进 但他却突然听见身后的溶洞处传来响动 啪哒啪哒啪哒 并非是人的脚步 而是某种野兽不乏的声音 伊恩思索了一会 变隐去身形 藏在一根石柱的阴影中 静谧的等待 不多时 溶洞中走出好几头神太谨慎 行走起来非常小心的轻假吸 继续前进